我沒有挑 沒關係 對 那個彩旋是開場主持人 然後我也是做一次跟我去旅程 對 然後今天 沒有 因為我也知道說 市長叫執行長 他其實也很期待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的時間非常的短 他其實大概只有 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說只有一個小時 他只能講兩張PPT 所以我反而會把時間交給他這樣子 然後看我們後續如果有什麼樣的 留一些時間跟大家對話 這樣比較重要 謝謝 不好意思 跟大家 今天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發現大家問題都很多 下次其實就比較適合趕講 因為趕講就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上次去桃園趕講 也有講七個小時 因為不知道人的問題那麼多 竟然都早上要下 不過我覺得剛剛大家的提問 就是想關鍵這些問題都很有意思 事實上都可以拿出來談 那我也其實有機會很多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不算長的經驗 那先說我們的創業過程 我其實一開始沒有打算用 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並沒有完全是意外 2012年創業 出來之前我顯示社會學的背景 那社會學後來我有一陣子也在大學兼課 那今天後來就是要創業 為什麼 因為我老口他對農業比較好心 因為我不是以前藝魯的同事 對 他對農業有興趣的在做小農事集 那就想說那不然我們就 可是我對小農事集一直有一些的看法 我認為那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式 所以後來我就板子那麼大 我怎麼創業呢 我去借兩百萬就創業 所以其實創業最重要的是心臟 模式是其次啦 心臟最重要 所以要那個黨借兩百萬就創業 然後就開始創業 那創業的時候 事實上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的背景其實不是商業訓練 是社會學訓練 所以讓那個想像是 我怎麼樣做一種不一樣的經濟型態 那後來2012年之後 2013年 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流行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那我相信喔 如果是學社會學背景出身的人 看到商學院談社會企業都會很感冒 因為覺得不大正同樣的談法 因為我覺得那個談法有點笨 欸 等一下被商學院的錄影看到不好意思 那比方說一般來想對社會企業界定 可能會是說你解決社會問題 作為企業獲利的一個手段 就每次看這個我就覺得很頭痛啊 那這樣的話 安慶班也是社會企業啊 因為他在解決社會問題 這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界定方式 或者嚴格要講 就社會學對社會問題是有嚴格的定義 並不是每個在社會上的問題 都可以被稱為社會問題 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界定方式 不然另外一種就會說 你企業的獲利你有30%捐出來 然後不是進股東口袋 我之類他可能會用一些方式來界定 我覺得這樣的界定也很奇怪 如果你從利潤的分配來看 我們今天也不會因為台塑 把錢都捐出來就變成了企業 不會吧 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應該是 從這個企業本身的經營型態 他在經營的過程當中 如何去思考一個企業跟社區的關係 跟他的整個上下游之間的厲害關係的網絡 我認為應該從他經營的 如何去界定他的權利關係 權利網絡跟權利利物 來看什麼叫社會企業 而不是從利物分配 或者看他解決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奇怪的 所以我自己對社會企業的定義 就比較特別 反正你知道做生意 跟做學術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學術你要管人先回顧對不對 做企業你不用管人先回顧嗎 我說了就算了 所以我自己對社會企業的定義就是 我認為如果台社會企業 一定要從社區經濟的角度來看 那社區經濟也不用講得很複雜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企業的經營它必須在社會團結的基礎上 如果我們白話我在反過來講 就是說我覺得有兩種接近社會企業的方式 因為我叫消極的社會企業 就是你的企業獲利的同時 不破壞社會團結 你不造成社會團結的破壞嗎 那積極一點是你透過企業的經營創造社會團結 所以我大概會用社會團結去做 用你企業的經營型態跟社會團結的關聯去界定一個企業的社會性 這是我的界定方式 為什麼這樣講我是有道理的 他解釋給大家聽 以現代社會來說其實很多的社會問題它導源於 特別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 那為什麼沒有社會企業的興起 其實是對很多現在資本主義運作的反省 那現在資本主義體制底下的商業活動或商業部門的運作 它常常是很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 比方說一個企業的經營的同時 他不善待他的員工 他不把他的員工當成他的partner 當成是勞動力 購買的勞動力的時候 我們就產生很多功能力 那所以之後就怎麼辦呢 這個企業賺錢的人 然後國家有稅收 我們就需要有一個是去解決功能的問題的 這些NGO總製業或者這些部門 那一樣企業在獲利的同時 沒有去對待環境 造成很多的環境成本 環境的污染 那之後怎麼辦 我們就要捐錢給NGO來處理環境問題 簡單來講 就是現在的 現在社會的很多的一個問題的現象 來自於商業部門的活動 所以我們在創造GDP 最多產值的同時 整個以經濟為首的社會運作的過程 其實是很多社會問題才能夠更遠 那如果我們反過來能夠在 我不是綁商業也不是綁經濟部門的活動 我就是說經濟部門他在創造他的經濟價值的同時 不要造成那麼多的社會問題 或者是減少或者是說 甚至就是去解消這些問題 那其實就是社會企業的目的 所以他其實他在尋求的是一種 或怎麼樣在企業獲利的同時 創造力的同時 能去均平衡的合理的去照顧整個企業經營的厲害關係的人 這厲害的關係的人包括具體的每一個人上下游的關係 或者是老闆跟員工也包括人跟環境的關係 我認為去評估這個點 會是我們來判斷一個企業的社會性指標高低的比較好的方法 所以我對社會企業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會從社區經濟的角度 然後社區就從社會團結社會連帶的這個角度來看 那往下講 當我這樣去界定一個社會企業 也就是說當我開始尋求 當我的企業經營不是以我一個企業的好為我的思考 而是希望我的企業的經營能夠創造一個社群的好 是我一個企業經營的目標的時候 我跟其他的人之間我們尋求的關係 你會發現我只有一條路 那條路就是我必須以合作替代競爭 我必須嘗試去建構一種合作的網路去替代競爭的關係 但是這種合作網路的建立 它比想像中的困難 那為什麼 就是你會發現我們在做社區的一個社群經濟的時候 它困難的點在於說 它背後其實最根本的一點 你怎麼去設計整個遊戲之故 突然有一天我就恍然大悟 事實上我們今天在談很多制度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們背後假定的是人性惡 所以我已經假定人性惡的狀態底下 有人會搞鬼 有人會幹嘛 有人會搭便車 所以我們要做很多很多房地的措施 可是當你在做社區經濟的時候 你在推動合作經濟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很痛苦的一個掙扎點 如果你都不相信人性 真正合作怎麼可以 如果對每一個人都要房地 對不對 我就覺得你一定會騙我 所以我們要先定行這些房地的規模 我都已經 我們基本上是不信任的 在我們沒有人的信任基礎的前提之下 我們怎麼可能建立一個合作經濟 所以我後來被 就是說人家問我說你是相信性善還是性善 我說我被迫相信性善 因為我如果相信性善 我們就不可能合作 我們只能競爭嘛 那我被迫 因為我要做一個合作經濟 我想要發展一個團結經濟的模式 我被迫相信人性是善的 那這就有意思啦 你怎麼去設計一個制度去 讓人性的善在這裡面是可以比較容易發揮 我覺得這裡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那一下再說我怎麼做 但是我也不認為我已經找到很好的方法 我覺得不認為我覺得還在摸索 然後也經常遇到很多的很難解的問題 包括就是說 你會發現有時候每個人基於善意的行動 他的結果不一定是好的 他的社會結果可能是不好的 就是有一句名言有沒有聽過 說通往地獄的階梯 往往是善意的行動 就是這樣 你會發現 每個人基於惡意的競爭跟鬥爭 他的社會結果不一定是好 那我到底設計一個制度 是要在這個制度裡面去追求社會結果的善 還是要去創造一個制度 讓人們在這裡面 可以以善意來行動 但是我不管結果 這都是很有趣的問題 包括我們現在支持小農農產品對不對 我可以基於善意 我也相信這個農民是非常善意的做 然後我基於完全的善意 但是我不管他的品質 所以我也不做QC 我也不做什麼 這是完全善意嗎 還是我要非常嚴格的 就是以這種市場的標準要求他 你要做出有QC的東西 這有時候是 這沒有 這不是零跟一啦 這是一個光譜 那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是無解 但是我們永遠在這個光譜當中去尋找 最好的那個品能點 那一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到的 或者說我思考到的 也在我們在實作上努力去課會 那如果說整個現代社會的這種經濟模式底下 我們到底 我們真的要去改變他挑戰他 創造一個新的制度 我必須先知道這個制度現在怎麼運作 它的核心的關鍵在哪裡 我認為還有 有幾個是我認為是非常非常難克服的 一個最關鍵當然是貨幣經濟的模式 以農業的這個型態來說 我想做住東市 你往上一點點就是部落 三叉跟雙旗 東起 你有去過嗎 你有去打獵嗎 就也是去那邊跟他們打獵 那一天我們講這個 說好從早上晚上十點打到隔天早上六點 結果那一天兩點就回家了 為什麼 因為運氣很好 兩點就打到六支杯數 他說可以回家了夠了 他不是要打到天料嗎 六支就夠打那麼多幹嘛 結果回去煮一煮吃 可是你想想你看 他今天為什麼打六支就夠了 因為他要吃 這是我們要吃他的堂哥 這些親人要吃 所以對他來說六支就夠了 但是如果今天他打來賣呢 那開玩笑怎麼可能打六支 不要開玩笑 能打六十支就打六十支對不對 能打六百支就打六百支 能以往打盡最好 因為他要賣 所以你會發現 現代社會以農業來說 現代社會務農的態度 跟傳統是不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前在回生經濟的脈絡底 像說我經濟活動目的 是為了取得食物嗎 我要吃吃飽 或許我們會形成簡單的分工 我養雞 你種菜 我打獵 我們交換一下 那種田還是食物嘛 對不對 換半天還是要食物 可是現在農民種田的目的是什麼 不要開玩笑還是要賣 不管你是友善環境 不管你是冠型都要賣 已經很少人種的目的 只是自己要吃 所以你是要變成農產 你是要變成商品交易 最終你是要取得貨幣 那取得貨幣之後 再用貨幣去滿足你的需要 我想這是現代社會的農業的意義 已經有一個根本的改變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不是下話 都是真的啦 不用我去雲林找農民 然後地瓜很多嘛 那你要地瓜一點給我 因為你要吃的還是要賣的 這真的不是下話 應該知道啦 吃的吃的拿著別的沒有 沒有喝你當 要賣的 這個 因為地瓜有甘蔬椅象 你如果沒有用一些農藥的麻煩 那噪音的比例會很高 OK 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講的是 我不是要講農藥 我只要講說 這個態度我認為是 不容易改變的 但是這是在歷史上 是兩個不同的軌道 你的經濟目的是維生 還是要累積貨幣 這兩個是不同的 我認為我們走到貨幣經濟的型態 這種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 甚至我們的貨幣有非常好的 這種不管它的功能 我認為現在很多人會追求物物交換 追求那種或者在做這種社區貨幣 或者是在做這種這種 食物交易之類的 我認為那是一種浪漫的生活 我可以 它要變成一種新的替代性制度 我覺得我還看不到那個時間點 因此這個條件我認為不可利 現在啦 未來或許有一天可以看到 但現在我認為還沒有看到那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條件我認為沒辦法改變 那沒辦法改變底下我如何去對一個 以生產商品為基本態度的 或者一個歷史時期我們生產的目的是要變成商品 我不只是跟你換產品 我是要賣掉換錢 這樣的一個歷史條件底下 我讓我們的經濟型態變成 可以有一點點新的創造性 我認為這個是我要思考 但是我不認為推翻貨幣基金是可行的 如果在貨幣基金的基礎上尋找更好的模式 有機會 所以我先釐清我怎麼思考問題 第二個是現在社會的分工 我也認為 我也認為我看不到它的可逆性 基本上現在社會是工業化型態 比如是城鄉分離 城鄉分離 基本上是農鄉生產都市消費的型態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一旦除非我們今天全面國土重化 區域重新核廢 否則我認為這個結構也不容易改變 我們要追求半榮可以是小確性的生活 不可能是普遍性的替代性制度 我認為不可能 地產避銷也很不難 如果真要落實地產避銷 大概台北人先餓死 難度人被食物壓死 大概就結論就這樣 所以也很難 那第二個台灣的距離也很短 所以也很難 很難說你要在小規模 地產地下 所以大概這種農鄉生產都市消費的結構底下 它必然會有一些 這個社會分工會有一些中間角色的出現 糧商 中盤商 加工業者 或者我們講的菜蟲 肉霸菜蟲 這些中間角色一定會存在 因為我有透過他們 才可以有效的重新 農鄉的生產做集貨 然後再做重新分配 這樣的一個社會分工 我認為 也不容易打破 你要取消這樣的社會分工 你要辦人辦一個什麼 你要地產地 我認為不大可能 所以這也是我認為農夫市集發展 會有一些限度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能夠推翻他 也不表示 我就一定要只能補充他 重新改變 重新定義中間人的角色 我認為有機會 我們沒有辦法取消中間人 所以現在很多人喜歡講 農食分配是一個漏斗型的結構 對不對 他必然漏斗型 坦白說 我認為必然漏斗型 但是我們重新去定義那個漏斗 那個中間人的角色 重新定義重新界定 是有機會的 那不是取消盤商 而是 建構有上個盤商 這樣相對比較容易 為什麼這樣講 以前我們最容易講的就是說 中間商都剝靴嘛 我們都取消中間商 但是其實我們在辦的一個錯誤 是我們以前讀書都讀過的 提醒我們不要辦的錯誤 那就是 倒洗澡水的時候 不要把一米倒掉 那也不小心我們都嬰兒一起倒掉 不然有時候更糟嬰兒倒掉洗澡水 就是更嚴重的情況 那事實上 我們在做很多的 新的社會經濟的創新的時候 事實上回想起來 我覺得 一開始啊 或者我看一下 我覺得經常辦類似這樣的錯誤 我們常容易看到一個 舊有制度的弊病 然後我就想說很簡單 那要讓我創造一個更好的制度 沒有弊病 可是你無法理解為什麼 我這個沒有弊端的制度 為什麼不walk 為什麼他不運作 那是因為當我們在批評舊制度的 弊端的時候 我們沒有看到他的功能 OK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路 我看到交通警察 我突然晃了大陸這件事情 警察某種意義 一定是台灣最大的黑幫主職人 但是你敢取消他嗎 你取消他 對沒有這些狗屁道道的事情 但同時很大一塊社會 這個秩序的功能也不見了 所以你發現你沒辦法取消他 他雖然有很多的弊病 你也沒辦法取消他 除非今天什麼情況 除非今天有導護老師 我們才可以說 交通警察你可以不用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導護老師 可以替代你的功能 換句話說我要講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要取下一個 舊有制度的時候 除了看到他的問題之後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是 我們同時要看到他的功能 那你看到他的功能 你要有能力 有本事建構一個 他功能的替代選項 你才有辦法把舊的制度幹掉 你才有可能搬出一個新的制度 然後說好 我們不要用他的 我們用這一套制度 這就是我舉那個導護老師的例子 你有導護老師 才有可能說 交通警察你不要來 如果你沒有導護老師 你跟大家說 為了警察弊端很多 我們都不要交通警察 那不可能的是 你會發現我們對那一個功能的依賴 遠過於對儲弊的重要性 OK 所以這是 我 因為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直遇到一些挑戰 我重新去理解 重新去 去認識產銷結構 重新去認識盤商 我才恍常大悟這些事情 我後來跟 我以前很討厭盤商 我後來跟盤商很好 那很好 他們也很願意幫我 以前很討厭 我現在都滿願意幫我 有一些事情 那 當然就是一些 看到一些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有沒有作社 那個產地之銷的 有沒有務農 家裡務農的 有沒有 運到黑貓運一箱 一箱大概30斤的 或20公斤的這樣的箱子 運一箱啊 運費多少錢 油脂是170 油脂是常溫啊 但是 你如果是水果 不可能記常溫啊 黑貓一定要記滿常 170 170是正常 170 或者200多 要170 至少要170 你知道傳統農產運銷 一胎40斤啊 其實比那個箱子還大 一胎 或者你裝一箱都好 同樣的規格 你們猜多少錢 20 蛤 接近啦 還蠻懂行情 沒有20 40 差不多40塊錢 那運費其實差到大概4分之1 很誇張喔 那我講的是 那個喔 是那個 他幫你送到你的 他們到 如果拖大車到台北 然後又小蜜蜂幫你送到這樣 差不多40塊錢 他的運費其實差非常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 就是說 其實傳統的產銷體系裡面 他有非常多的惡人必端 但是他們也有他的功能 比如說我講的這個運銷 運輸的功能都非常的強大 他們每一個地方喔 今天沒有黑板 不過這個 這個可以再講一場 另外就是那個傳統運銷制度 他們在交通道旁邊有台下頂 台下頂 就是農民做的動作會 搬到那個台下頂 台下頂之後再上那個大坡 那大坡可能下 有的時候是下地方航口 就是產地會有一個盤商是集貨 消費地 比方說我一個同學他們家是在大溪 他們在大溪做高益菜的盤商 那他們家一天最高的量是700箱高益菜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們家冰箱一定很大 他說我們不用冰箱耶 你們能夠想像嗎 一天700箱高益菜進出是不需要冰箱的 那表示什麼 他們跟他底下 他那邊是一個集貨場 批發場 民間的 然後他會跟很多的這個中盤 比方說加熱股的盤商 或者是全年的盤商 我隨便舉例的 那這些都是調配好時間 所以大坡來下高益菜之後 他們很快就轉小坡出去 他一天吞圖量可以700箱高益菜 不需要冰箱 那這是一個很 已經運作好幾十年下來 然後累積起來的一種功能 你不能說他沒有功能 他確實功能非常的龐大 非常的有效率 效率之高 而且你知道嗎 那種農業的運都是半夜運 那拍賣市場是半夜就開始 那早上就賣掉 所以他們效率都很高 下午採收 明天早上就送到你的 就送到你的店 效率是非常高 然後就比黑貓還要高 黑貓還要隔天 他們都不用隔天 然後運費又是黑貓的四分之一 然後講這個是要幹什麼 我今天不是要細部講他的產銷 而是說 你真的去認識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整個產銷結構底下 它事實上 它有一些很強大的功能 而這些強大的功能 是為什麼可以去支撐 他們那麼多的 在產銷體系當中的惡 那我的意思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制度 很多的惡都很明顯 但是他還可以獲得好好的 表示他有很強大的功能支撐 對他的功能 對那個功能的需求 可能大過於對那個惡的 的一個狀態 這是一個情況 那另外有一些情況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講盤商剝削 這件事情 不否認有 每個地方都有床 教育體系裡面也有床 然後產銷體系裡面也有床 這都有 但是 我們真正要看問題 絕對不是去看每一個人 如果今天的問題 只是出在個別盤商很快 那問題也要解決 你把這幾個害群之馬抓出來 那問題就解決了 可是如果是產生在結構上的 那問題就比較大挑 就是說我把誰取消掉都沒有用 對不對 是因為是結構的問題 所以那個才是比較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 我認為菜蟲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重點 而是說 到底什麼是制度產生的剝削 那個才是我們要關心的重點 是這個結構底下 是不是必然會產生一些剝削的狀況 而無法避免 他的原因很多 今天沒有辦法講很多 講幾個點就好 講一個最簡單的經濟學的原理就好 想想看到 如果今天我是生產者 你是消費者 我生產一百萬斤 你需求是一百萬斤 我們供需平衡嘛對不對 這裡是供需平衡 這裡會不會有什麼產銷不平衡的問題 不會嘛 我生產一百萬斤你需要一百萬斤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中間加了一個盤商 一個通路商 因為你們沒辦法直接跟我購買 一定要透過他 那這時候問題就出現了 我今天他都不是菜蟲 他是正常的生意人 你需求一百萬斤 我生產一百萬斤 他會進幾斤 他會進一百萬斤嗎 當然不會啊 因為他進了一百萬斤 萬一你們沒買一百萬斤怎麼辦 變他虧錢啊 所以你們需求一百萬斤 他只會進幾斤 他可能進八十萬斤 因為他必須保護他自己 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的惡在裡面 可是我生產一百萬斤啊 你也需求一百萬斤啊 但是他不敢進一百萬斤 他只敢進八十萬斤啊 這時候就會變成 我供給大過需求 我對他嘛 他對你們嘛 所以我這邊的價格就會掉下來 你們這邊是需求大過於供給 你們這邊的價格會上漲 就變成這個狀況 那從我的角度 哇靠 博學啊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像這樣的一個結構 有沒有辦法改變 我認為沒辦法 沒辦法 那怎麼做 有機會的做法 頂多是透過資訊更透明 去降低 以這個中間者的角色 他去避免這個資訊不對稱的風險 如果今天是 你們一百斤都確定要了 OK 他知道一定會要 他就敢跟我拿一百斤 他就敢跟我拿一百萬斤 我們可能需要透過流程的改變 不是他先進貨再賣 那他的風險就會高 我們可能必須把整個流程做一個調整 才有可能去避免這一種 這個我認為是結構性的剝削 那這種結構性的剝削 如果你不去調整整個人 產銷的SOP 你換誰來 他這個都會形成剝削 這不是人的問題 這是結構的問題 所以我想重點是要 去了解整個 產銷體系的一些問題 那另外其實我們對於 剛剛有講到食安 其實我們對於市場的流通 農產品的流通機制 可能要更多的了解 產地的生產到最後的消費地 他有幾個路徑 他那個路徑可能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多 一般來說 就叫做開賣市場是一條路徑 那這也是有趣的問題 到底我們多少的農產品是透過拍賣市場賣出去 多少是不是拍賣市場 不是拍賣市場 我們就廣義叫做廠外交易 那我的廠外交易的定義是說 你不是經過那個拍賣 在那邊喊 那個台中有 在那邊比價錢 或者是現在有變值的 不是透過那個競標賣出去的 我都稱為廣義的廠外交易 包括你拉到拍賣市場 直接給航空 那個我都把它成為廠外交易 廠外交易跟這個廠內拍賣交易成交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你們覺得 廠外交易就是說 沒有經過拍賣市場 我們現在有一些拍賣市場 然後台中有拍賣市場 然後台北市 台北市是官股跟民股都有 新北市是全部都官股 就是這種拍賣市場 這些拍賣市場我們稱為廠內交易 就是 它是有一定的管理 然後雖然那個 現在的檢驗是很兇風的 好歹有驗 是不是 雖然 對阿 很好笑 有驗等於沒驗 不管阿 反正至少可以追蹤 講這次都覺得很好笑 不管 反正那些叫廠內交易 廠內以外都叫廠外交易 我聽過很多的數字比例 兩個禮拜前 遇到那個新北市的 國菜公司的總經理 前任總經理 我就問他說 那個 檢總理到底那個比例是多少 他說我講一定最準 因為是拍賣市場總經理 我講一定最準 他告訴我數字是八比二 八成廠外交易 兩成廠內交易 就是說 他以他的數字 他說這個是非常準的數字 那這跟一個盤商跟我講的是接近的 他認了大概七八成是廠外 就是說 農民生產沒有進拍賣市場 他直接進盤商行口出去的 差不多佔整個市場流通農產品的八成 七成到八成 真正進到拍賣市場也只有兩成到三成 那這其實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有八成 有八成是七八成是沒有進拍賣市場 是以民間的流通網絡直接銷售 但是明天網絡直接銷售問題 就知道你的管理機制是什麼 所以這是其實很多的實安問題 要從這個角度看 你看那個結構會比較清楚 這些廠外交易的管理制度 管理辦法是什麼 你可以批評拍賣市場很差 那個綠頓檢驗很差 很差好歹 有個東西嘛 我們有一個調整 那但是廠外交易的檢驗機制是什麼 或者把關的機制是什麼 那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可以去討論 那這邊包括很多的盤商 比方說水果最常看到 水果很多時候收下來 那你們應該知道 它很多是儲倉的比例也很高 那像柑橘怎麼儲倉 對不對 那不好意思講 因為通常會跑去農藥行 要買一個購地套 還要購回山的 對不對 所以我算是知道 通常就要購地套購回山 差不多 冬至 前七 後七天 柑橘要採收完 大概這個時候差不多就開始要 儲倉的時候 開始要做一些藥物的處理 那像這些我就管理了 其實 好問題來了 我要講的問題是說 你會覺得 喔這個盤商怎麼那麼惡劣 對不對 收來儲倉 你去跟這個盤商講 因為我真的是 做柑橘的盤商 然後跟你說 不然我不要儲倉啊 我不要儲倉我不要賣啊 我不要賣這些柑橘 你出了賣給誰 那時候 有時候水果跟 其他農桌不一樣 那是季節到一次採收嘛 那一次採收 我又沒辦法分拼嗎 啊柑橘很麻煩啊 他又不能夠 進冰箱啊 因為他進冰箱 酸度就會提高 你就變酸了 那你又沒有辦法 一個時間 突然要把這麼大量的柑橘消掉 那怎麼辦 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 他會 過度啦 就是那個 他可能泡藥水泡的過度 因為他要儲放幾個場 因為你如果能夠拉到清明 再賣的價格 就會更 我覺得那些 特例都另外不談啊 就以正常的程序 你會發現 他也很難不去做這個動作 就整個產銷的工業來看 那所以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如果說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問題是 跟原理在整個結構的話 我們有什麼可能去 在這個那麼穩定的結構 那個社會分工這麼穩定的結構 跟貨幣經濟這麼穩定的結構底下 試圖去敲開一點點路 然後讓另外一種流通的機制 就是可能 所以這還是市場經濟 他這個 讓他這個 流通的機制 變成 有另外的一種流通機制 那我覺得 這或許會有一點機會 那他能不能變成全面性的 替代性的制度 還言之過早 但至少我們先讓另類的 這一種產銷體系 就社區經濟型的 產銷體系 可以存在 我們才有下一步的可能性 那接下來就講說 我怎麼嘗試去做這件事情 我以前的想法很天真 我想說那很簡單 對不對 我就把農民的資訊 PO到我路上 換個部落格 他種什麼都把它列出來 消費者要買 直接打就要跟農民買 問題是解決的嗎 對不對 就不用 就不用破過 就不用那個中間的剝削 以前很簡單會這樣想 那後來實際做影片 發現不是這一回事 那有一次我去拜訪一個鳳梨的農民 我在大樹 我說欸 那烏大哥我把你的電話放到我路上去 這樣消費者可以直接跟你買 那你這樣子的利率可以高很多 因為他們一般扣一扣都拿很少 那農民怎麼跟我說 拜託你不要亂 賣短你不要把我的電話放上去 那莫名其妙 我把你的電話公布 讓人家直接跟你買 為什麼不好 一開始我們很容易辦這個錯誤 就想要啟蒙他一下 結果那農民就跟我說 我正想要跟他講說 為什麼你不要自己賣的時候 他先 他才大我一歲而已 也就是年輕的啊 對不對 你又不是說老一輩的沒辦法 不懂這個 他不是啊 他要懂啊 他要跟我說欸 你們不知道現在都用智慧型手機喔 可是你在想 智慧型手機他在講什麼 都觸碰型的螢幕 他說現在智慧型手機 做手機的人 都不知道農夫在太陽下工作 結果電話一來喔 看不到字啊 因為強光嘛 看不到字 說我要趕快閃閃閃 閃到樹蔭要看到字了 他說你們做手機呢 都忘記農民是要戴手套 特別他是做貢禮的 你知道嗎 那手套戴特別長 要戴兩層 電話划不開 電話沒辦法 解說我好不容易跑到樹蔭下 然後把手套脫下來 之後要接電話斷掉了 結果我要回鍋 結果他電話費要很高 然後他說 你們打電話都不知道農民不帶笛 打來就開始講 喔我要記多少 他記不起來他沒有笛 他說這件事情去搞得他非常累 他其實沒有辦法好好做事 而且我們知道 有回去種庭 就知道農鄉最缺工 沒有工嗎 說我要種庭 我還要接電話 然後其實都市人的生活節奏 跟農務機不大一樣 他常打去就是他在休息的時候 或者他在忙的時候 他覺得這件事情 知道他不要讓大家困擾 所以他就說 我鼓勵你疼 我感冒你疼 你教我這麼麻煩 你要注意的 你不要不要造成我們麻煩 其實上你會發現 很多的想法你想的可能很直觀 可是實際上你會發現 運作起來不是這一回事 他沒有辦法這樣運作 就是這樣的一個型態 比較 這也就是我講的 如果今天 我們是一個維生經濟的社群的時候 那農民他不會單一做木種 都不會 但種他自己購吃就好了 吃剩有才要賣 這種情況 他自己生產自己接單 當然沒問題 可是現在他是 就是基本上是產業化經營 就算是有才能源都一樣 他還是要做不到一個產量 他要賣 他要換錢過生活 所以他基本上都會有一定規模 那當他有一定規模 在生產的時候 他其實有沒有足夠的人力 跟勞動力再去跟大家接訂單 等等的業務 這件事情是現實上是有困難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好像很難 終於了解說 為什麼你要打破一個社會分工的體制非常難 因為社會分工不是你一個人說的算 整個社會都這樣分工的 你不跟人家分工 那也由不得你啊 那你的大社會竟然這樣分工 那所以另外一個是運費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當然在發展一些合作社的模式 共同運銷 在還沒有做合作社之前 還是只能依賴黑貓 那一大黑貓還是有大小之分 他每一個消費者都直接找黑貓說你完蛋了 因為每一箱農作物的運費都飄到下十年 有時候飄到比贏的東西還貴 所以行不通碼 這個方法行不通 那所以我們開始去做社區共同購買的模式 就是一群社區的人一起向農民採購 那農民一次寄到社區來 然後由這個社區來共同分貨 簡單講他的基本樣害是這樣子 那可是我怎麼把社區的這些群人組織起來 我如果只是買賣農產品就不容易 因為對他來說這一點都不便利 那現在去全聯去哪裡買東西其實是便利的多 他的方法非常的多 他不需要來跟你參加這種共同購買 而且如果你的共同購買變成團購 你就很累了 因為團購的重點還是產品挑向 他就跟你比 他是一個產品品質好不好 所以那還會跟你比價格之類的 那當然所以今天做共同購買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point一定要掌握出就是說 共同購買跟團購是不一樣的 他是不一樣的 團購基本上還是 在商品經濟底下的一個消費的行為 我們通過一群人聯合購買 我們可以向生產者一價 一價我們可以尋求更便宜的採購 他還是消費者導向的一種消費行為 那共同購買比較不一樣 共同購買底下的概念比較是 生產者、消費者跟通路 我們是一個community 我們是一個群體 我們一起面對問題以及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一起來購買 是因為我們面對的產銷體制的這個狀況 我們在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結構 那在這個結構底下 我們有不同的流通模式 來自於我們在這裡面的生產者、消費者 跟通路之間三者 利害關係人的關係定義也不一樣 我想這是我們在做 整個社群經濟底下最核心的一點 所以重點不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說這當中我們能去定義 生產者、通路跟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這是比較重要 我們現在大概有20個社區在運作 當然有比較積極又比較不積極的 像台南是他們獨立運作 就是我們的模式COPY 然後跟交流運作合作 我們是獨立運作 我想這裡我要強調的是 在這網絡當中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那才是重點 那基本上我們一般做的事情 我今天就不解釋很多操作的細節 我們基本上是做農民的資訊揭露的工作 然後做社區的教育培力 然後幫他們組織成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的菜市場 然後每一個社區菜市場會有一個頭 這個頭就叫做社區菜市場 那我們現在的例如分配是農民定價 那定價只有85%回生產者 7.50平台7.50是給這個社區幫忙在訂菜 訂購的然後分菜的這一個 它都7.50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每週會去調查 下一週可以出貨的農民有哪些 你有哪些品項 然後我們提供給菜市場 菜市場就會針對品項選擇 他需要的或他的社群想要的 給這個社群 然後大家來訪 大家來就一起買 然後分菜 簡單講的模式是這樣的 那比較有意義的是什麼 我認為方法是其次啦 方法就是數 那我相信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 我覺得這也不是太聰明的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也是把主務聯盟的做法 來做一些修正 所以它也不是什麼太的聰明 但重點是 我一直在玩 如果我們做社區經濟或者社會企業 其實真正重要的態度 怎麼說 怎麼說 我認為重要的態度 我認為 我們現在是一個網路資訊工具 非常非常發達的年代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網路工具可以使用 但是我認為我們其實非常欠缺數位的文化 所以網路數位時代 或者網路科技的文化是什麼 就是你在想這些問題 我們開始做這個模式的時候 找過我談的電商 大概快有十家 大大小小 找我們 問我們要不要合作 要不要把它發展成一個 電商平台 電商網站 甚至要不要合作一些計畫去申請國發基金 你知道嗎 有很多啦 早點大概差不多十個 那我 這件事情後來就讓我去想 那我 我當然都沒有跟他們合作 那這當中 當中都有 陸陸續續有談 我在想 我就有感觸很深 就是大部分在看到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 他確實也有一些些的規模 就是有一些人 你確實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購物的時候 他會很想要把它變成一種 Business Model 好 那我覺得變成一個Business Model 沒什麼不好 他能夠為你想做的事情 帶來持續的財務來源 這也不是好事 所以一開始我都不會排斥 可是往下談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越來越偏離 我們談的社區經濟的初衷 如果我們社會經濟的初衷 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是希望透過產業去促進社會團結嗎 那 社會團結的前提是 資訊透明交流跟溝通 這剛剛好 跟現在很多商業運作的 know how 關鍵的 這個關鍵的point 剛好相反 那每次那些要跟我做電商 跟我台灣的模式之後 他就會跟我說 你這個都透明 你就沒有利潤了 我終於懂了 其實一般的商業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會告訴你說 你要墊高門檻 讓別人不容易模仿 可是我的想法剛好相反 我希望別人容易模仿 所以可以有好幾種 社群的共同經濟性 社區經濟嘛 可是電商不希望這樣子 他是希望你的模式要不容易模仿 而且要有門檻 不管是什麼樣的門檻 那對他來說有門檻有壟斷 不管是資訊的壟斷 或是生產者的壟斷 anyway任何形式壟斷 你唯有保住秘密 你才有超額利潤的空間 你一旦把東西通通打開了 你沒有秘密了 你就剩下工錢可以賺 你沒有超額利潤 所以突然了解了一件事情 這好像以前的書也讀過 怎麼都把它忘記了 其實資本主義跟市場經濟是兩回事 資本主義事實上 他在運作的機制是什麼 他希望有很多很多的黑箱 然後讓你看不透的秘密 他在當中去獲取超額利潤 事實上我們在做的這件事情 也是市場經濟啊 但是我們做的剛好相反 我們透過高度的資訊透明 甚至我們也很好玩啊 我們很多農民喔 他本來是我的生產者 啊公共公公公喔 他幾個月 他把我的蔡市長他們整個就拉出去了 他們就獨立了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自己做的很好啊 他其實就不需要成為我的生產者 然後跟我們蔡市長說 我們自己獨立變一團 那個生產者 就變成我們的小聖 然後就幫他再找幾個人 當他的咖片菜市長 我覺得這好事啊 這不是什麼壞事嗎 他們就變成另外一團 獨立的這個社區經濟的運作 你會發現 這都是很活潑的市場經濟 那在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際的連結 或者是各樣的地方的文化 是可以融入在這個市場經濟裡面 市場經濟跟文化跟人際的團結 並不會產生太大的創立 但是如果我們走的是另外一條 現在這個主義的模式 就是 我不希望你們 我希望那個結果是 考試機變成全台灣最大的購買的 你知道 那我就開始設置門檻了嘛對不對 防幣喔 你老命要跟我簽約喔 五年之內不能獨立 蔡市長開孟先生 要繳保認金 或者等等嘛 我們就開始要設立很多的門檻 那你就會發現 這樣的一種經濟運作的型態 就會跟我們希望達到的社會團結 或出去社會團結 或出去社會團結 是有遠遠的矛盾跟衝突的 但是 我覺得這事情也沒那麼對立 畢竟 你營運還是要活下去嘛 然後你又有一個社會理想 那這裡要怎麼去抓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是一個挑戰 我也還沒有答案 我們現在 當是完全open的方式 當這會造成一個 你在營運上的困擾 那怎麼樣去 這也讓我去思考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一開始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認為應該要完全是open 因為資訊都完全是open 然後 讓它在高度的open底下 還會有各種各樣的一種創新的模式 或者一種新的社群網絡的出現 那如果剛剛所說 一旦你全部都open 你會發現你非常非常難生存 就是 你會進入到另外一種完全競爭的狀態 那這時候就讓我去想一件事 我們 無條件的去反壟斷 反秘密這件事情 到底是合理還是不對 我如果今天反問 我們今天對商業裡面的這種秘密 商業裡面的這種秘密 我們感到非常的厭惡 其實壟斷的某一種本質就是秘密 你把某一些資訊也有個秘密 那 我們對 人類生活世界的其他領域 我們是不是有相同的態度 比方說一個學者 對不對 老師開始聊好幾公里 一般學者 現在人人都是學者 他罵了所有人 學者要升等要寫入文對不對 那學者的研究資料要不要open 我研究成我的調查資料open 大家拿去寫入文 不會嘛開玩笑不行啊 不能讓你們知道 這時候調查結果自己寫入文 ID要不要先open 但open啊 我錄文喜歡在open 那你沒用啊 為什麼我們對其他領域的 這樣的保有秘密 這某種意義上都是壟斷的 我們就認為是正當的 但在商業上的壟斷 我們覺得他是 好像是本質上的惡 然後就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 是不是在商業領域就不應 商業領域的這種壟斷的行為 他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 哪一個尺度以下的商業行為的壟斷 我們認為是可以的 所以在商業上一定要有一個 基本的原則 你要壟斷就有超額利率 有超額利率就會形成所謂的剝削 就是那個利率不是來自於你的勞動 是因為你的壟斷產生的 但是這個是真的要全無嗎 還是某一種尺度上是 我們認為是合理 那如果我們認為有透過壟斷 得到超額利率 這件事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話 那我們怎麼去看待社會其他的領域 也是類似藉由壟斷去獲得它的 超額利率 它不一定是錢 它不可能是credit或者其他的項目 我們怎麼樣用同一道標準去看 我不知道我沒有答案 我還在思考還在摸索 後面這個比較沒什麼 這我們後來的一些合作的網絡 這是跟 這也很有趣啦 這跟台北牛股大王 他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 傳統的商業的公司 他們在台北有七個分店 他在賣 賣這個牛股大王 賣木瓜牛奶 那有一天他就 找我們說 能不能當我們的社區菜市長 你在社區訂菜取菜 我一開始很納分 我說你們在做 你們在做這個划算啊 對不對 你們的地點都那麼好 牛股大王的地點都非常好啊 那寸五寸金啊 那你知道人家在那邊分菜 分七點五 你怎麼算都不划算啊 對不對 我要幫他算一下工資 賠錢 對 你看時間拿在那邊觀看 一定比較好賺 莫名其妙 他怎麼做這件事 因為他後來做得很奇勁 我說老闆娘喔 這也是老闆娘 結果他老闆娘他自己 哇自己都每個禮拜那邊分菜 那老闆的女兒是 台大的類似畢業 我本來以為他女兒有興趣的 所以是不是 我跟女兒 是不是你去 叫你老媽做這種事 他說沒有 是我媽想做 拖我下水的 我才不想做 所以我搞錯了 好啦 這很有趣 就是說 一般我們會想像就是說 我們今天做的型態 基本上還是屬於比較 被傳統商業的 那感覺上 跟傳統商業的組織 感覺上是有一個距離 其實我以前也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竟然是跟這種 傳統的商業組織 是形成一個合作 那 當開始合作之後 我覺得這其實也很有意義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談一個團結經濟 跟合作經濟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看待社區當中 跟我們完全不同的 approach 那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大的框框 然後讓大家可以回座起來 那你能不能去容忍一個人跟你不同的 approach 那對他來說 為什麼做這些事情很簡單 他們 我們當然是有很崇高的理想 對他說 如果我們來聊一聊 終於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做社區型的商店 那社區型的商店 其實需要社區高度的信任跟認訪 那我賣木瓜牛奶 不容易社區這一套 我就是賣木瓜牛奶 而且他跟我說 現在木瓜牛奶越來越難賣 為什麼 因為消費者從他家裡 走到木瓜牛奶店 中間的地也太多了 走一走 哇 清育什麼 珍珠南大 好不容易跨過清育這個地也 走幾步 哇 全家 因為那中間地雷 走不到他們店 一直被攔截 所以他就 想辦法讓他走到他的店 社區來我這邊訂菜 來買菜 一定會跨過地雷 因為他一定要來拿菜 而且他會想說 我要拿菜 我不能先買東西 對不對 我先買了 等一下回頭 我就沒手 所以他會先來拿菜 先拿來菜 那就是我的機會 對不對 我有各種飲料 另外一個 他有道理 而且第二個他要 讓社區認同他 他每一次他要辦活動 讓社區認同他要花錢 他每個也幫社區來訂菜 來分菜 他變成 他後來變成社區一個很重要的那個教師 他後來一不作一不休 就 禮拜四下午就乾脆辦食農教育 每個禮拜四都請老師在那邊辦活動 親子活動 對他說這件事情是 他可能沒有創造直接的商機 他潛在那邊的比是很高的 他跟社區的聯繫 那當 對他最終的考量 仍然是 整件事情 能不能帶給他的行業加分嗎 那可是我們需求消息 還是他這個動機 他的動機一定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動機是 我企業沒賺錢也沒有關係嘛 社會團結最重要嗎 他當然不是嘛 他當然不會覺得說 欸我不行啊 你如果為了做這件事 我還會賠錢 他就不完了 可是我們要不要去排斥它這個動機 這樣動機是不是我們要把它看成是惡的動機 但是它的這個動機造成的卻是社區善的結果 所以我這個時候開始講那個人性論上 我覺得很難解 但是這也很有趣啊 它也不是完全的惡 因為我們或許對那個善惡的界定也是很值得思考 它去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也不見得就是惡 它只能讓在這當中去找到一個很好的融合點 我是覺得後來我很喜歡講問關掉的案例 其實後來就跟他們合作得非常愉快 不僅第一家電話拿出第二家電話 我們另外一個電也來當你們的取貨點 反而他們是運作得最好的 最穩定的 他們運作得最好的 然後不管是實農教育不穩定 其實他的整個比那個媽媽運作得還好 我覺得最不穩定的其實是帶著善意的媽媽 很多媽媽說 我們也來幫你社區共同購買 那都是非常善意的 其實他們是最不穩定的 因為有時候這個禮拜菜單看起來自己不想吃 他就不訂了 他說為什麼都沒有在訂啊 都不想吃啊 不然就這個禮拜那個什麼 他說我們要去哪裡玩啊不方便 你會發現他反而不見得是可以運作得最好的 這都有很多的調回 然後在社會的實作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調回 然後講到媽媽我就要講一個 這也是要提醒在座的男性 我們很多這個社區參與長都是媽媽 後來都運作得非常的不順暢 然後我就問他說為什麼你們都運作得沒有人啊 結果答案都是老公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有媽媽說 欸我分菜可以齁 六點前要分完 我老公回來會被罵 我老公可以 每次老公看他分車會看 你那在搞什麼齁 那這賺多少錢 七點五七點五你也在做 然後你有沒有頭腦都可以罵他罵一頓 他就覺得很委屈啊 服務社區也被我老公罵了 然後還有很多是說 你知道老公在家有時候都有壞習慣嗎 他怎麼穿一條內褲喔 那因為他家要分菜的家在拿菜 老公就很生氣 搞什麼 我還沒看電影 他趕快衝去把褲子穿起來 結果老公就覺得很煩 就會阻止他老婆幹這件事情 就不准再這種分菜 而且我也發現很多的婦女沒有辦法做 沒有辦法做一些公共服務 是因為老公是阻礙的 這比例真的很高喔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這出乎我意料的高喔 那所以很多媽媽都會說 我可以分菜 你能不能社區幫我找一個空間 然後我去分 不要在我家裡 家裡就會被你媽的 這是滿有趣的一個 我們都沒想到的 沒想到現在的社會還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運作的最好的反而是這些 這些這種社區型的商店 然後媽媽反而不容易是運作得好的 這是我們在做社區經濟的一些經驗 但是家務中心的例子剛好相反 因為家務中心的那些媽媽其實是 她需要在家就業 像台南他們的運作是靠家務中心的媽媽 他們說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我很希望有機會把這個模式 怎樣跟家務中心去做一個連結 但是家務中心可能不見得每個媽媽都適合 因為家務中心的媽媽有時候是不懂 沒辦法離家 可能家裡有小孩或什麼要照顧 她必須在家裡就業 她其實如果把它變成是一個模式 我覺得也不施是一個好的方式 她等於是媽媽幫社區的人買菜 然後買菜的同時去做一些農食資訊的 傳遞者的角色 或許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在台南的模式 在做整個共同購買裡面 就我剛剛講過 那個產品的買賣其實是最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關係的建立 那關係的建立其實不外乎透過參與跟食農教育 所以我們有一部分是 對消費者 邀請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所做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食農教育 然後我們其實在發展叫做參與室驗證 其實它比較正確的名字應該叫做參與室共好系統 所以參與室共好系統的概念是說 當然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 還有公共之間我們不再是一個警察抓小公的關係 也不再只是一個男孩 我們是一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一個關係 那事實上我們坦白說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 有比前人有更好的條件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網路資訊的工具來進行這樣的聯絡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剛剛也提到 有些人都在做運用網路科技 它其實是在形成另外一種隆斷的門檻 它並沒有嘗試利用這些技術跟科技去促進溝通 比方說我們比較強調就是說 所有的消費者我們都在點數上就會見社群 就每一個菜市長就一個社群 然後農友跟菜市長就是另外一個社群 那Anyway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買的東西有問題 我們就take這個農友 你要直接面對來回答 要講清楚 我不只是讓你買的東西知道是誰買的 而且我會保證你找得到那個人 我想這個資訊的透明跟交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境 那我想這有一些很好玩 在整個裡面我認為在做整個護衛經濟面 其實很重要的一環是說我們怎樣重新建立那個信任圈 這是在我們的社團裡面都實際會發生的情況 就是說遇到一些問題就有生產者跟這些菜市長會 針對一個問題就是會很詳細地來回討論 為什麼這個菜會這樣子 阿包會這樣子 彼此的討論去釐清澄清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我想要講這個 我們一開始的合作的農友都是 無農藥物 無化學肥藥物 就是我們所謂有善環境生產的農友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真正希望追求是有善環境生產 那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台灣現階段很多的情況底下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針對這些沒有辦法做到的農民 如果我們不能夠去陪伴它的話 那事實上它永遠沒有辦法 以越來越有善環境的方式生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我也在問自己的問題 其實我們自己在圈內都知道 我們現在看過很多的有機驗證標章對不對 機緣補各式各樣的標章 但是那些標章的新人可信度多少 以台灣來說 我們在十來家的有機驗證公司 六千多的有機驗證公司 所以其實都是人力不夠觀念 所以 各位在我們關起門來講 大家都知道 隔空驗證的也有 這種都是 為什麼它真的跑不動 沒有辦法隔空驗證 採樣應該是它自己去採 沒辦法叫農民自己寄上來 或者農民有驗證過的 去收別人的菜來貼自己貼 這都有啦 這個我們都知道都不是秘密 所以有一次我們開玩笑講 日本的有機跟台灣的有機最大差別是什麼 日本只要 那是開玩笑的 日本只要寫有機 就真的是有機 如果你發現假的 那個農夫會切勿自殺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終於這樣 在台灣如果有機都是真的 我們通過全部切勿自殺 我們都會得到日本有機跟台灣有機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切勿自殺的很不一樣 所以 這就是一個其實很好笑 就是說我們其實缺乏一個可以信任的社會關係跟社會網路 在這個關係沒有辦法建立的時候 其實你去談什麼第三方驗證 幾個標章 一百個都沒有用 台灣最不可信的就是標章 這怎麼辦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透過參與的過程裡面去重建生產者跟消費者的信任 那誰是建立這個信任最好的農友 我認為不是有機或者有山林業 因為 你講我都沒有噴毒 我就是不相信 噴農藥的才是最好的 建立信任的開始 所以我去 我們就開始跟 冠型農法的農友合作 那怎麼合作 我給他一個要求 很簡單就是說 你要誠實 你誠實 你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 我法米斯你的誠實 我們一起解決 比方說你告訴我 你今天中的東西 你沒辦法噴 那沒關係 我們一起面對 我去請專家 來討論 真的是沒有辦法 沒有替代性的資材嗎 那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就跟消費者講清楚 真的沒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 也就是怎麼講清楚 但是你把你使用資材 誠實的列出來 包括你使用的 日期列不列我尊重它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這是我的know how 我不想讓人家學我尊重 但是你至少資材 要完整的列出 當然這裡面會 要浮以一些專家去了解 那我們就很嚴格的 我們就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們 這個不知道農友 現在不是不知道 這是蘋果 現在很多網路型有機蘋果 你該加以做的話 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事實上蘋果非常困難 幾乎不可能 在台灣的環境 幾乎是不可能 做到ND就很厲害 那ND就很困難 安全就很厲害了 那最大部分網路看到的 有機蘋果騙的人比較多 百分之我不敢講 但是真的是騙的比較多 但是 欸 我相信很多人買 心裡也都覺得很懷疑 但是我一直不敢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就一個農友 他是有用農藥的 但是他很努力的在做 他減藥 他盡量的降低的農藥的使用 他整個環境的生態都照顧得非常的好 但是他還是有用到 他做不到不用藥這樣 他有一區啦 他有一區是完全不用藥 所以他就把用的農藥都列出來 日期都列出來 他那時候非常的反對 不可能啊 他已經驗出來 是有一支有農藥殘留 但那支他也沒有用 所以懷疑是飄散無燃 不管 但是那個殘留值是多少 是0.01 就是機器的極限值 然後就接近 標準值是3還是1 我忘記了 他是標準值的300分之一樣 已經非常好了 他說我列出來幹嘛 我在網路上跟人家說 他說大不了我再晚一點點再去驗 應該就可以MD 我跟人家講 我是讀農藥檢出就好了 然後我的園區拍幾隻蝴蝶啊 對不對 超很差 農藥檢出 我賣多高價 我幹嘛列出來 列出來誰要買 他就反 一開始他很緊張這件事 那我就 我們帶一些朋友去 就蔡市長去看 我就跟他說 你賣不掉我全部買 你不要擔心 但是你 然後把資訊全部寫上去 我 我有跟他說 我沒有你會中 但是我認為 我比你對市場有敏感度 我覺得現代人 不想被騙 但是沒有人敢 嘗試去做一個叫做誠實 這件事 他們不認為誠實有價 事實上你先想看 我們現在的市場 今天是處罰誠實的人 你誠實 打死你太好了 誰叫你願意誠實沒有用 聚蠻 對不對 人家是誠實的人 他得不到好處 但我認為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友善通路 我們就要想辦法去做一個 在這個通路的社群裡面是 支持誠實的人 去懲罰 說謊的人 那你不能因為他誠實 你要處罰他 那就沒意思了 你處罰他的結果是什麼 以後打死我 不敢不公布了 我覺得 能騙就盡量騙 有本事你厭 你一定厭不到 他就變這樣子 那當今他誠實得到好處 他就 會願意越來越透明的方式 那後來結論 他這個黃色是有機織材的 一般就是 不是有機織材的 你知道為什麼農民不喜歡公布嗎 因為很多農藥的種目名字都很恐怖 那個面前都嚇死人 所以農民都不大感謝 事實上其實沒有那麼恐怖 那不然我們就是 他就把所有使用的資材 像是什麼 就是這些資材 就全部的就是 open 出來 然後消費者 那這樣很多消費者看到 就開始問了 欸為什麼你要用這個藥啊 這個藥會不會怎麼樣 吃了會不會怎麼樣 那沒有關係問吧 我覺得網路社群最大的恐怖 你問就有專家會回答 而且現在網路機口的專家蠻多的 不用擔心 那自然就有人跳出來回答 那其實我認為這才是網路真正的價值 是透過這種社群的溝通 那 今年反而就是他 今年是他第一次整批園區的蘋果賣光 他就賣光了 而且 預購的非常多 對 那後來像台積電影這樣團購 員工就跟他 因為覺得說 我覺得他做了這個實驗的成功是說 他建立了一個 信任 我覺得那個信任重新被進去 那我有看到了這個點 因為消費者他其實在意的 他比有沒有賭 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沒有誠實 你有沒有騙人 他其實已經不相信這個 驗證報告提出來的數字 那他之後的第一個是葡萄 剛結束了 也是彰化的農友 那他也是 看著他這樣成功 他那個葡萄我認識更久 這去年 我叫他要open 他打死都不願意open 他只有對我open 他不願意open給消費者 今年看到他說他也open 他還是賣得很大 他不然今年就賣光 就非常早就全部賣光 就預訂光 所以我 這講這個例子我要講 就是說我認為 是有機會的 現在這個條件是有機會的 如果我們要創造社區經濟 創造護衛經濟 我們願不願意誠實以對 這件事也是關鍵 大家要誠實以對 我們才有可能 說我們誠實以對 遇到問題怎麼辦 一起解決啊 等下我們跟消費者說 一起解決啊 不然怎麼辦 你說要怎麼弄這麼多呀 能不能不用 可以呀 你不要要求蘋果催 他就不會問 那你不要計較那個 蘋果會怎麼那麼醜 可以不用啊 不要計較 不要讓每顆都很小顆啊 那就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去尋求 可以接受 像他就不錯嘛 他今天也就 我覺得是他的誠實 對一些消費者信任 所以就有一些消費者找他合作 說不然你明年能不能有一區 或幾個處你完全不要用 那反正你今年這一區收多少錢 我們就多少錢可以買 他幾顆我們都買 那為什麼 這個合作關係會信任 是因為他的信任被 他的誠實被信任 而且這樣的合作關係 就會慢慢地促成 那我覺得 我們總是要想辦法去讓那個 友善的連結 找到一些滾動的機會跟客人 阿翔 這是社區菜市長在做 像這個也是 我們每年會辦的 今年也快要辦 就是我們一定會做個尾牙 那這個尾牙就是說 讓生產者 生產者 這個生產者 郭阿倫老師坐在後面沒有拍檔 就學者啊 專家 生產者 然後消費者 我們一起討論問題 那這是我認為去照顧 利害關係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審議的機制 然後幫助我們對於那個抽成的比例 所以15%幾%那不是重點 因為那個我們是用討論決定 就大家決定 多少成的分數是OK的 是可以彼此可以接手的方式去進行 我想 呃 與其說我在賣菜 不如說我在弄這個社區經濟 那你說弄社區經濟 我就不如說我嘗試再建構一種 不一樣的 我把經濟重新拉回到社會的脈絡 那現在社會底下 經濟跟社會常識分開的 經濟與社會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倒過來 經濟是在鑲嵌在社會裡面 那這一個 這一件事情如何在實作上 讓它變成可能 那我覺得這也很有趣 我們以前是做社會運動 要找大家審議 怎麼會來 審議什麼議題 好嚴肅喔 對不對 可是我們社區要來審議菜價 大家都很願意 哇 要討論一下 這剩下一包月四十塊 哇 都很願意來審議 要不然審議菜價到底 菜價還不合理 他們很想知道啊 到底這都是好事啊 其實民主並沒有限定議題 對不對 難道奇怪 只有合適應該 那個民主議題來討論 買菜就不能夠民主討論 沒這回事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從買菜 那麼小的事情 而且這比較有趣味 真的比較有趣味 那種去社區 那種今天生產者來 很多人來 這個魚也來 這是社區的居民 魚也來 精密澡也來 這個精密的 很多生產者來 大家來討論 那個價格 或怎麼樣 其實還不錯 就是大家的參與度 都還滿高 我覺得 這也很有趣 或許 社區經濟的同時 社區經濟的同時 我們也是在 從日常生活當中 去累積那種 民主實作的經驗和習慣 時間的運速 我先講到這邊 操作細節 我們下課有時間看一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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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我們先講 我們先講不正義 就是看到一些問題 然後包括農夫 他從生產有問題 消費有問題 銷售有問題 然後消費者 他有食安上面的一個問題 跟需求 安全上面需求 然後今天也邀請到 然後經濟大學的陶環英老師這邊 就社區經濟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還有一些他在我們社區工作 實務上的一些經驗來跟他 來跟剛剛的這樣好時機的 這樣的一個理念跟模式做一個回應 還有他經驗上面的分享 尤其我們一個陶老師 非常難回應 其實我覺得系列執行長 並沒有真正的談社區經濟 因為那實在太大的一個東西 可是他非常開放的 把他到底怎麼操作 做哪些妥協跟我們講 他首先他首先談到 其實他所做的所謂社會企業 他要做的是我們營運這個企業 是要促進社會的團結 我覺得這個團結其實是有一些覺得 可以繼續再討論的 因為對我而言 社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對社區的想像 會覺得社區美好 這是因為國家冒出來了 資本家冒出來了 我們那種自由自在的 可以自主的生活 充滿了威脅 因此其實對社區 對我來講它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關係 已經被貨幣經濟一種權威式 它有足夠的權力壟斷資訊 然後殺了謊 你不懂 或者你即使懂了 不敢挑戰它 這是現在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這個還是要挑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團結這件事情 如果不是自願發生的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請問我們的團結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我當然也跟執行長一樣 我其實沒有辦法很簡單清楚的 跟大家分享清楚我的看法 可是我會覺得 在講團結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同時思考 這個團結是用什麼方式形成的 這個團結後面是不是基於善意的團結 那因為我其實聽到最後 我有一個很深的疑惑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 第二點呢 他執行長在談的時候 他曾經有一句話就是 那個QC品質管制要不要做 為什麼不要做 做跟不做其實是大大值得去思考的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執行長也沒有能夠有時間充分討論 可是它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談的是 揪團共同購買的話 其實台灣共同購買在這食品 這件事情上面 祖父聯盟是最有經驗規模很龐大 它的規模經濟它的專業分工 祖父聯盟的消費生活消費合作社 每年花非常高的比率 我幾年前知道一個資訊 大概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 整個銷售的終端價格的百分之六 是用在品管控制 這個如果沒有一個規模 你純粹只是說我們信任 或者是善意的揭露 善意的揭露 善意的揭露 我自己個人相信 在初期的這幾個案例似乎成功 以後呢 其實誠實不誠實是否善意 你是無法確保的 而且執行長一直在講另外一件事情 說資訊公開 這個是現代的迷思 我非常同意你對學者的挑戰 因為學者所有的資訊 都是給你表面資訊 連很多學者知道的也是表面資訊 我相信以前是學者 你跳起來做之後就會發現 我也是一樣 我跳起來做很多事情之後發現 我如果在學校讀書教書 永遠不會知道這些事情 因為資訊 我們所有語言文字給的資訊 都是表面的 同樣一個符號 後面的脈絡是非常不一樣的 同樣一句話 我誠實 你誠實這句話就是謊話 我誠實就真的是誠實的話 你完全沒有辦法從資訊充分接入 資訊充分公開這些事情 你就知道了全部 這個是鐵一樣的事實 學者從來不想質疑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他們也需要用這個 大家相信資訊公開了 相信他們是研究的 所以他們值得信任 如果他是一個誠實的學者 他一輩子都要懷疑自己講對了沒有 我自己講的東西是不是應該 應該有些東西 我其實還蠻佩服禪中的 最後說以心應心 心總講不了吧 只要一變成語言文字 某些資訊其實已經表面化了 這個當然是非常哲學性的討論 我們很難在這邊繼續進行 可是我要說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執事長一直在講說 結構的問題不要去處理 不能去處理 可是今天如果我們真的要去討論問題的話 執事長他點了一個問題 我們在貨幣經濟裡面 貨幣經濟本身不是問題 市場經濟也不是問題 可是市場經濟宣稱他給了某些承諾 然後鼓勵充分競爭就變成問題了 市場經濟最大的一個問題 當他市場經濟跟貨幣連在一起的時候 執事長剛剛也非常清楚的點到 真正的這些運作 資本家之所以能夠運作成功 就是壟斷資訊不透明 其實坦白說 當我把我所有知道的東西 全部都跟你講之後 我能夠講的都講了之後 你還不可能copy我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是講不出來的 有些東西是非常善意的 自我道德要求的 自己是不願意妥協的 這些東西使得妥協的東西 就是我才做得出來 別人即使把我所講的所有東西拿去 他就是做不出來 因為在實踐上他永遠會面對倫理的選擇 他永遠選擇對他有利的一部分 可是一個真正道德的高超者 他永遠會當即使是細微的這種選擇 他還是去選擇對整個他認為的集體 或者他認為是別人有利的 所以有些東西我覺得我甚至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不過我更相信如果我們把整個這些操作講成說 我們不是為了團結 而是我們的團結是必須基於自願並且是善意的 我覺得祖父聯盟的模式 我剛剛提到其實我是滿期待 可是時間真的不夠 因為執事長剛剛講一句我覺得很重要的話 祖父聯盟他的東西是根據祖父聯盟的某些進行的修改或修正 那我就要問清楚到底什麼樣的修改 什麼樣的修正 因為就這個比較來講 祖父聯盟現在的規模完全不是菜市場可以去比較的 所以這樣子一個修正他是一定不一樣 可是我剛剛一開始好像有人問為什麼要找我 我是台灣的第一個有機市集和不農學市集我參與一起創造 我自己是祖父聯盟中長城計畫的顧問委員 所以我其實是很清楚的看到祖父聯盟 他能夠一步一步的從小規模的共同購買 多少專家學者超級熱心的一些祖父 當然我也同意時間長講的 這些祖父是先生聽他的而不是他聽先生的 祖父聯盟真的一對這樣子的祖父 先生就跟著提皮包幫忙做事 這太太真的幸好我太太還滿追 最少我們彼此相近無比 各自做各自的互補 不會誰指揮誰 我覺得這樣是更影響的模式 所以我還要說的是 壟斷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我要說出來的 執行長剛剛講了 因為他很重要的時候我要再次重複 他舉的這個木瓜牛乳的 牛乳大王的例子 還有家福中心的例子 對我而言我聽到的我想像的是 那個後面都有這些人已經建構了一個 善的信任的網絡關係 在這個善的信任的網絡關係之後 再加上這個服務鞏固他已經形成的善的網絡 那為什麼他還需要加這個東西 因為時代變了 時代變了 商業模式變了 他如果不再附加這樣的服務 去鞏固起他已經存在那個善的網絡 他會被淘汰出去 這一點我認為我的猜測 我認為可能是很重要的東西 學者的毛病就是要不要再做一個研究證明一下 證明一下 等證明出來之後 整個時代又已經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民主是沒有效率的 學者社群其實也是很沒有效率的 真正有效率的是 你就是有辦法知道聚集一群值得信任的人 我跟你講不值得信任的人 永遠不值得信任 不管他怎麼跟你發誓 就是不值得信任 所以重要的是社群經濟的重要在於 我們透過經濟行為 把這一個善的結合網絡 這個善的不是團結的 而是善良的 本來就值得信任的人 真的形成一個團體 然後這個團體至少要強壯到 我不管你資本主義 然後資本家跟政客 怎麼勾結起來一起欺壓我們 你要壓迫我的代價就是太高 所以他會選擇不壓迫我 如果我們想要說 那我們這樣是一個小而美的經濟 是不是可以大大大大到去改變結構 對不起 結構一大 大樹必有苦思 人多了 一些不聰明的不善良 你怎麼跟他講 他就是聽不懂的人就會很多 那個不切實際 最後我要講一點 很抱歉 我也沒辦法把很多事情講得很清楚 我直接的講 我們貨幣經濟最大的問題在於 他基本上是鼓勵貪婪而運作的 而貪婪自私是最大的不善 所以你完全不可能去挑戰他 因為你就是可以找到足夠多不善良 就是非常貪婪的人繼續支持那個 已經把貪婪注入交換系統裡面的一群人 我覺得唯一知道就是 小而美的社群被建立起來 那個小而美的社群不只要建立起來 而且必須選擇簡樸的生活方式 當然另外一個就不是今天所談的 可是是我長期關心社區 社區經濟的兩個信念 第一個信念 社區是生活方式 第二個信念是 社區所謂社區經濟 嚴格講起來 這個世界已經沒有社區了 社區基本上是一群人有共同的信念 如果在今天的脈絡下面講的話 它是對善的信念 我們就是應該遵循道德天理 那我們的人理也都應該盡量 趨向於那個天理 並且所謂經濟 在這個時代經濟已經被解釋成 只是剩下好像物質性的交換 不 我研究社區經濟 最後的反省是所謂經濟好事 今世紀 這個世界太大 已經超出人的智力的營運 所以呢 現在的經濟只能是社區的經濟 因為財郎股報太多 一大起來那個財郎股報不可能縱容你 所以你只能在小規模的範圍裡面 自己夠堅強 在自己這個小規模的範圍裡面 找夠多信任善良的人 然後在這個小範圍裡面 做今世紀民的工作 今世其實是把這個共同生活體 所以到底目標追求什麼 它應該有什麼大的軌道規範制定起來 它很有彈性 符合的人才進來 紀民呢 注意你不管怎麼樣做 總有人是需要你協助 所以今世紀民兩件事情要一起談 當我們這個時代把今世紀民 把經濟就只是解釋成說 就是貨幣的流通物質的交換 它其實是徹底的點意了 人做一個身心靈複合體的這個事實 現在的經濟思維其實是把身心靈複合體的人 當作只剩下一個物質滿足 物質滿足至於就是情理要耍 至於靈性 你跟我講什麼我根本不知道 這種人不可語言言 你怎麼教都沒有辦法 還是小規模的試著來做 不能夠對貪婪經濟輕易的妥協 所以就這點而言 我對於誠實接入不懷疑 可是對於在台灣種蘋果這件事情 它就是不適地適中 所以我們當然就後面退回來就變成 我們要好吃的就是滿足我們自己的慾望 我才要吃 這個事情是因為從個人前面就錯了 所以我們才要做妥協 如果我們真的有能力的話 我們真的應該教導說 那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願意聽 可是在一個小的 我們真的可以散的團結起來的社群裡面 我們真的應該更應該叫人家說 在台灣就不要吃台灣蘋果吧 台灣不可能用對環境友善的方式 咒促蘋果 我們有太多太多其他的選擇 很多時間 其實如果我們去看一根稻草的革命的話 那我讀這本書一個很大的震撼是 那一位已經過世的日本老先生他說 你不要相信西方那種什麼營養學 西方的營養學是要支撐一個全球化的 那種食物生產鏈 真正的社群經濟 我會推薦大家看一本早做絕版的英文書 不是啊 不過是有的 叫做Shock circuit 就是這麼龐大的全球的商業網 他是注定的對環境不友善 他是建立在對於交通運輸石油產業 電信產業交通產業的 透過政府的巨額補貼才能夠壓低下來 所有代價都是環境在處 所以唯一可能性的就是 建立一個小而美的結段的生活圈 在這個生活圈裡面 視地視眾 那個一根稻草的革命裡面 談的一個很震撼的觀念 這個當然學者的習慣就是做個研究吧 他是說同樣 我自己舉個例子 同樣在這個地方生產出來的蔬菜 或者是稻米或者是番薯 每一年每一季生產出來的 它裡面的成分含量是不一樣的 恰恰好會補充你在四地生活的人的需要 可是現在領養學說不行 你缺少了蛋白質 蛋白質一定要吃什麼 於是這邊不能產 我們最大的迷信是我們都要喝牛奶 大量喝牛奶 你腸胃也要有足夠多的酵素 如果你本 我們這個 我們自己這個環境裡面 很多人就是欠缺這個酵素的 我越講越雜了 不過因為執行長畫畫的這個食物的議題 社區經濟的議題 實際上真的太龐大 龐大到我們很難把它談得清楚 我的回應其實也是借題發揮而已 因為執行長講得也太豐富了 並且我真的要說 社區經濟真的很難拿 共同購買這件事情 其實從嚴格的觀點來看 它已經跟資本主義體系做了某種妥協 可是它的妥協我剛剛講的再強調 它的妥協我認為必須建構在 進來購投購買的人必須是善的 誠信的 他願意過簡樸的生活 他願意支持一個小而美的生活圈 消費圈 消費應該盡量的降低 這當然非常容易被主流的人認為 你再說什麼消費 你是不可能翻轉這樣一個繼承的體制的 對 那個體制之所以不能翻轉的原因是 貪婪的人太多了 讓我們做一個不那麼貪婪 至少不斷節制我們貪婪的人 然後這群人聚集起來 志同道合的推動一個小而美的社區經濟體 這個是可能 善的人如果不團結起來 只好讓很團結的黑手黨 很團結的黑手黨就是現在的政府 跟那些資本家 他們基本上是把所有不符合道德的事情 合法化之後再來幹 好 我講完了 謝謝老師 你們身體的那些微硬 就是建構小而美的一個社區經濟體系 好像是我們可以做的 很像是社區經濟其實又很 讓我們大運很難談 那對於老順微硬 陳大有要先做打嗎 比如說像主婦聯盟那個部分還是 主婦聯盟這個很長 這要另外三個小時 那簡單講 我們跟主婦聯盟的關係當然是非常好 就是姐妹團體 主婦聯盟的問題 也不是說問題 我覺得農業的型態非常的多 你不同的做法 你能夠連結到的農友就有限 主婦聯盟今年的營業額多少 你們猜 不知道對不對 十五億 很厲害 非常厲害 就是說這種合作經濟可以做到營業額十五億 那是不是開玩笑的 他的購是非常厲害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主婦聯盟他後來走向的是統倉 這講的可能 很不容易 他統倉模式就是說 以前是弄的購牌班 跟當地的小社群連結 後來不是他們有 中山北昌南昌 你要進貨 進來他再把貨出去 一旦規模大了 你就要這樣運作才有效率 可以理解嗎 如果一旦走到統倉模式出現問題 假設我今天需要一百萬斤的高麗菜 我如果要去找小農民的只能給我一萬斤 我要找一百個小農民 我要連動一百個農民 可是我如果今天找一個大農就可以給我一萬斤 那我就找這個大農 我才能夠降低我的生產成果跟營運成果 所以規模大跟小的運作模式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昨天我後來的發展的模式 他們產生一個困境 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掉到規模經濟的法則 那跟鐵一般的規律一樣 你沒辦法超越它 所以他慢慢的小規模的農友 沒有辦法成為他合作的地下 這樣沒有困難 那第一個我們講要QC 對不對 那我要QC 我能不能讓你的每一個 他們現在在嘗試做這個事情 他們現在嘗試說要讓每一個合作 每一個取貨點獨立 他們可以自己去找農友 可是這會出現問題 沒有辦法QC 因為我們已經散開了 所以大規模跟小的問題 味道問題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 我們那時候都想說 那祖物聯盟在主要的幹道上做得很好 我們就來辦點他的衛星 他做不到的部分我們來做 有些是一個適合小的來做 遇到小規模生產的農友 見不到祖物聯盟怎麼辦 這個教育我們 兩三個社區就把他的產量幹掉 我們就可以形成一個連結 那一旦有連結之後 剛剛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一定要QC 但是用什麼方法QC 這完全不一樣 規模小的情況 跟規模大是完全不同 我如果今天遇到一個小堂 我只要在這個共同多買社群裡面 有一個專家就碰到 他包括那個怎麼QC 因為他規模小嘛 比方說他突然檢驗 水質檢驗的基本素質 去研判這些素質 我們可以大概做 還有環境的生態調查 你可以幫他的危險係數做一個評估 然後再去考慮要不要去檢驗 因為檢驗就是一個成本 檢驗就要看社群裡面 如果社群裡面大家都有這些知識 我們就判斷需要費用一起承擔 不需要我們就不需要 所以小規模跟大規模的管理 辦法是完全不同 那儲物聯盟當他做到一個規模之後 他就沒有辦法去 不容易去服務小生產者 那我們相反 我一旦那個社群的規模有點大 我就頭痛了 我沒辦法服務他 我就再拜託你去找儲物聯盟 這個我幫不了忙 因為他的規模已經超過我們能夠服務的程度 所以我想這是跟儲物聯盟有一個差別 剛剛老師講到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你看蘋果、葡萄這一類 台灣現在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就是說在台灣種很多冰袋水果 台灣就是雅樂代 你要種冰袋水果很困難 所以那加上你的氣候條件的變化 或者像這種果實飲 開始現在越來越嚴重 不用農藥 事實上在水多水果是非常難的 因為水果又是原地 常也在一個地方生長 可是 這件事情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就想到以前讀書的時候 讀過一個例子 你知道嗎 在有一個地方 這個鱷魚濱鱗絕種 他們砍拔樹木濱鱗絕種 所以他們就立了一個法制 我們不能再砍樹了 結果不能砍樹之後呢 鱷魚死得更快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很奇怪 為什麼不砍樹應該鱷魚不會死 因為他們不能砍樹之後 當地人沒有辦法維生的嘛 所以他們要做另外一個經濟的行為 結果那個經濟會造成更大的環境破壞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們 理想上 我也同意說 這種非勢必勢種的水果 應該要盡量的挑戰 但是在石座上 我們會發現很大的困難 鱷山就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為什麼 現在 當年會種蘋果樹 是因為國家的政策 那時候蘋果樹被視為寶玉的樹種 就是寶林的樹種 開始在鱷山那邊種 後來現在不是要砍樹 你知道砍樹之後種的嗎 很嚴重嗎 有機的高山 蔬菜 有機的高山高利菜比較破壞環境 還是噴農藥的蘋果樹 高利菜對環境破壞多嚴重 你去看過一次 有機的喔 你真的會 因為你種蔬菜第一件事情要土壤沙漠化嘛 你要整個翻土嘛 他用的是有機之材喔 都是有機之材喔 可是事實上他對環境破壞的程度 遠遠超過蘋果樹 那你要他砍蘋果樹之後 他怎麼為生 這是一個兩難喔 他怎麼為生 沒辦法為生 像總共說 我會想砍掉種高利菜 他說拜兄你不要砍 你不要種有機高利菜 這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就當我們已經在一個 稷額的歷史條件底下 我們怎麼去走下一步 那我們知道理想在這邊 他已經怕歪路了 我馬上要跳回來 跳回來你死更快 明天跳回來馬上就死 他怎麼樣慢慢慢慢去扭 我認為很困難 所以為什麼我對於這些 已經在做的這些昏代水果 已經成為一個生態系 我比較不傾向直接去扭轉 我認為他會造成更大的危機 如果走一趟離山看那個有機高利菜 不是很嚴重 所以其實不要吃有機 不要吃高山蔬菜 高山蔬菜的環境破壞是非常非常嚴重 大概是我剛剛想要老師講 老師講那個團社區 團結經濟要從善的這個社群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issue 很值得去討論 到底每一個人的善 但又常常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去尋求一個共識的善 這又是一個遙遠的路 我們抓緊一些時間 現場有開放提問的 有沒有人剛剛聽到一些什麼 這邊有兩位還有嗎 三位沒有的話就先講 你好 其實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一個一直非常困惑的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當下 就是不論是社會界的發展或怎麼樣 就是農業的平台這件事已經變成是一個 越來越多人去做一個 就是不論是連結小農好的 或是友善主義生產者跟消費的中介的平台的角色 就是要有越來越多的這種平台的出現 那就是想要問幾個檔 這邊怎麼看待這麼多的平台出現 是一件好事嗎 那就是這樣子的狀態是代表著 比如說台灣的農業的這件市場 是能夠足以容納這麼多平台的這個出現 然後是因為還有一個缺口 所以還有這麼多的人才做這個平台嗎 還是說其實越來越多 其實會導致彼此之間開始會有競爭關係 然後接人問題其實也有連結定的問題 就是那這麼多平台之下 就包含像剛剛提到好時機跟主機 有沒有可能是類似的目的 但是是不同規模的 然後各自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彼此最有利的事情 那這個不同平台之間是應該要被整合的嗎 然後如果要整合那它應該要什麼樣的方式 還是我們就是給他們就是各自 經過期或在各自的場地去發動發育 我們先稍微一下 我先補充一下剛剛那個農藥問題 因為我以前在梁上那邊有待過 那我過去說因為要大規模的生產的話 這個農藥是必要之二 因為通常農藥防治的並不是蟲 它是病蟲害 因為連農作物都會生病 所以農藥真的是必要之二 然後再來想問老師的問題是 你們剛剛說植物聯盟它有成本做土地的檢測 那因為我剛剛最關心的是你們如何篩選出適合跟你們合作的 跟有這個土地的工資 因為比方說像彰化的話 有非常多的工廠聯盟 而且是工廠跟田會相接 你們要怎麼去排除或是幫助他們 確立那個地方的問題 或者是說像雲林 有嚴重的抽屜下水問題 這個你們要怎麼解決 謝謝 那兩個問題都很好 我後面先打 我講一個我認為我不是萬能 所以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解決 還有我有一個案例 一直是我覺得心中的遺憾 但是我一直沒辦法處理 那我也覺得我處理得很差 但是我也沒有好的方式去 曾經去看過一個農友 那他種的就是 他用棉農藥的化學味 去看看覺得怪怪的 你知道你有沒有生巾有機 那他量又大 量面積又大嘛 然後沒有生巾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這種規模你應該可以生巾 而且你生巾比較對嘛 就經濟的思維來看 然後餘布你才知道 原來他很真實說 我們這裡有重金屬屋 這個地區有重金屬 有草加所以沒有辦法申請 那為了這個事情 我去問他那個縣市的農業處長 他說真的啊 那地方沒辦法 那你要有200萬戶左右的農民 好那我得到這個資訊 你們應該怎麼辦 那你的重金屬屋 是不是他的錯 不是他的錯啊 不是他的問題啊 歷史工業啊 以前的工業班怎麼造成的啊 對不對 那我就問他 處長你們怎麼辦 裝作不知道啊怎麼辦 誰能處理 沒辦法處理啊 那工廠都會就地合法 對啊 那工廠都會就地合法 你能怎麼辦 這是大問題啊 那我也去問那個上下有的小飛啦 小飛就說 我大概知道你在講哪裡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也不敢 他也不敢 我知道也不敢 因為這種無解的問題 那後來我就很消極地選擇 跟他合作 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 不對的處理方式 應該是 這個問題不是他的問題 他是應該去跟消費者溝通嘛 討論 重金屬屋是不是無解 不是無解 有解但是要很高的成本 你可能要先種一些作物 去把那些重金屬吸附嘛 然後你可能要去 那個土壤要去 他是很高的成本 那這些成本 大家要一起去面對 對不對 應該是要這樣對不對 但是 我也沒有辦法做 我沒有辦法做 我知道 我萬一講出來 不是這個農友而已 我看那邊那樣 萬一的農民都 你只要變形 你炒作 他們全部都完蛋 沒有人幹嘛 那一變成 一個恐慌的危機 所以那些我都不敢講 我也不敢講是誰 我講他們都不敢講 是什麼地方 那很多的農業群都知道 大家全部都裝作不知道 就是你講那種情況 公開的秘密 就大家能閃就閃嘛 同行就會爆 那個地雷也不要踩 哪裡是地雷 就變這樣子 其實這是不對的 這坦白說這是不對的 作為我們在做一個友善通話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這樣的地雷很多 大概知道是哪裡 就不要踩地雷 但是我還找不到好的解決方式 然後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的社會是進步到大家一起 來談論什麼問題 然後他們的問題 讓大家一起解決 那倒肥對不對 那不是他們的錯啊 某種意義上是我們造成的 這個問題坦白說是這樣子 很誠實的講 你剛剛講那個問題 這難題啦 你說這麼多的現在 因為最近有社氣熱啦 所以大部分社氣熱 其實是很反對政府去行銷社會企業啦 然後大規模補助社會企業 我是反對這件事情的 因為 我的估計是如果 假設今天 過了一兩年之後的預算凍結 我猜應該有八成的社氣熱倒閉 因為 我們在這個圈子 我很誠實很負責任的 我敢負責任的講 騙政府經費的社氣比較多 認真去實 就很多就是本來就做事 就做事 突然就 社會企業有補助 我敢負責任的社氣熱 做事情都沒有變 很多啦 可是我覺得就很糟 這其實是一個不OK的狀態 我們沒有認真的去討論 到底什麼是社會企業 我們該怎麼決定 我並不是認為政府 不能有一個政策的資金 去做這件事 但是 做之前 我們應該很認真的把 什麼叫社會企業討論清楚 那再去擬定政策跟辦法 那現在不是 我們就是一個非常籠統的概念 然後就 開始發獎金 這是一個不對的方式 那所以會有很多奇怪的社會企業 那 以農業來說 一堆的小平台 為什麼 因為農委會有一些奇怪的政策 比如他現在鼓勵電商 買五百補一百 賣一百萬 他給你十萬塊獎金 然後 那個農業好賺 什麼好賺 政府的獎金好賺 開始要做農業平台賣農產品 但是台灣的農 需不需要這麼多的電商平台 我認為不需要 因為台灣農業 如果你要說整個產銷結構真正的問題 可能是台灣在農業生產跟運輸的問題 大過於相中 行銷絕對不是最主要的 但是大部分在做農業 你要我去判斷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你發現一個平台 大部分的V2都在做行銷 那你就可以先打差 那FYUB要募款 那如果都在做行銷 就可以先打差 這種錢就沒有必要 我們不缺行銷 你懂嗎 那我覺得 上去農委會開會 我有跟他講 我覺得 這個政策很奇怪 他賣農產品已經在賺錢了 你為什麼還要賣五百補一百 還要給他一百塊獎金 他賺錢不繳稅已經很過分了 你還要一百萬 你還要給他十萬塊獎金 那什麼多麼擠啊 這怪怪的 那我們 我覺得 你回過來講 我覺得 有一次一個 那個中小企業處的專委就跟我說 你也有時候要體諒公務員 他說為什麼 你還是要知道公務員的結構 註定我們只能短視 我都聽不懂 為什麼短視 因為一個總統最多四年啊 然後我們的主管 差不多都是一年 他可能就要升官了 所以你的政策都是要一年 一年就要看到成果 你不能去提那個三年四年 才看得到成果 那個沒有人會給你錢 那一年要成果 什麼時候一年有成果 行銷就是一年馬上有成果 我們剛剛做很多的行銷嘛 那一年就可以馬上 衝出很多的產料 結果就會造成 我們沒有在做一些 產業提升的基礎工作 都沒有在做 我舉個例子 台灣的稻米自己 高達到106.9 所以台灣的米是多到吃不完 對不對 可是台灣的米製品的加工到現在 現在還是只有做航空 都沒有考慮 你就知道嘛 這兩端的落差有多大 對不對 那我們的基本技術的落後 當然你看那個豬啊 全世界 已經 只有很 很少的國家 還看得到火體在路上運輸 所以台灣的現在豬跟雞 都還在路上運輸 都是火體運輸 所以每隻雞 然後運到塗在場都變那個 都變龐克桶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火體運輸嗎 因為火體運輸很容易造成 比方說一些病菌的 為什麼那時候請流感一查 什麼豬的口蹄液啊 一查都是在高速公路旁邊的 這個飼養液 它其實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的運輸都 整個Label都還非常低 我們現在都還在吃無底豬肉 像這是一個 我們沒有把利器花在基礎的提升 那我覺得這是很大問題 那你說這些 新的社會企業片 要不要整併 我認為是該整併 整併不是要壞斷 而是說 台灣的市場都這麼小 其實我們現在要先去做 有效的分工 比方說 現在不需要那麼多銷售的平台 可能有些人需要去做前端的 那個生產技術的提升 那有些人去做生產技術的提升 那有些人要去做社區的組織 那有些人要去做運銷的禮貨 我們應該整併起來去做一個 所以我剛才講的是 我不認為可以取消中間者 但是我們應該重新定義中間者 那重新形成一個友善的盤商連結 但是因為現在沒有 現在就是全部的 通通擠去開平台做行銷 我認為這是問題 大概不這樣 最後 最後 大家好像還有問題 但是現在9點40了 那不知道說 有沒有可能是會後 或者是說現在的問題是 可以現場是 可以快速提供的 可以嗎 一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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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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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有 請 請 好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7.5跟7.5是商討下來的 但是以一個企業來講 你整個只有抓15的話 那是不是在下一個企業在bank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辦法負擔那個企業裡面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說不行銷這件事情 還是說過於行銷這件事情 以房貨來講 美國他就是大量補助他 然後才可以大量可以進口 大概一公斤就是40 50塊 可是台灣本地在壯的話 就大概賣出去 就算我去跟他契作 他一公斤也要賣不到80到100 那你讓消費者會覺得說 怎麼會貴兩倍 然後他會缺步 表面說我要支持要支持 但是他要去買的時候他會缺步 那缺步中間我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讓你覺得說 欸這好像有一點質感 那如果說不行銷的話 是不是相對的他會覺得說 你好像在騙我 是不是這個邏輯 這個部分喔 我們就有分兩個部分來講 不能講說不行銷 應該是說 我認為行銷是最後的手段 那你不能把地氣都放在行銷 那你講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台灣的黃豆的生產成本就是那麼高 就是比國外高 你為什麼要種黃豆 如果你的生產成本就是比辯高 你為什麼要種 好吧 你說為了糧食之急 那沒關係 你種完之後你要想辦法去加持 但是行銷並沒有加持 行銷只是另外一個說故事的方法 它是最容易被copy的 你會講故事的美國賓也會講 晚了大家要買美國 所以我認為要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去 我舉那個奈良 奈良種小麥對不對 奈良種小麥 他也知道沒有辦法跟日本進口小麥PK 那怎麼辦 他就奈良的烏油麵用奈良的小麥做 而且還沒有發現那個口感特別不一樣 所以就有一款奈良的烏油麵是奈良的小麥 他不賣小麥 他們不賣 他賣烏油麵 那那個就是你後端加工技術的提升 事實上我們也有做這個部分 我們自己也有 我們自己做很糟 沒快就要做本土的補物的加工研發 其實我們做的是不用麵粉然後可以 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可以完全用黑豆做蛋糕 就不用麵粉 不用泡蛋糕 那我認為解決知道在這裡 當我今天能夠用本土的補物去做 後端的加工變化 呈現我特殊的風味跟產品的時候 才能夠辦 這才是解決問題最solid的方法 最深 那行銷是麻啡啦 吃得當有用啦 那吃多就慘了 就是只能一直吃 所以不是說反對行銷 我認為他是要謹慎的使用 那你說7.5 當然啦 那個部分 因為這部分我是在做一個社區經濟 我就是大家商議來使用 那從我公司來說 我們有另外發比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做本土補物工研的那個部分 是我們會比較有利用我們自己在做產品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的通路 其實我們最早就想說 我自己的產品 我不想上通路賣 那我想自己賣 我自己賣就發現一個問題 我的品項不夠 我要進別人的東西來賣 那我又變盤商 我不想當盤商 不然怎麼辦 能不能用一個合作的方式 我賣我的東西也幫別人賣 所以蔡市長是從這邊的概念出發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我們自己有求要的 當你講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單純就蔡市長來說 只有7.5%是他沒有辦法變成一個有 就是說可以賺錢 可以賺錢 因為他可能在一個比例上就要重新強制 這確實是沒錯 我們最後最後請蔡老師 簡直可以講做一些 我非常簡短的超越今天這個主題 我們今天談 那個糾團購買 共同購買 有小規模的蔡市長 執行長在做的 有規模已經龐大到 有6萬個會員 那英言一夜兒 其實接近20億 其實接近20億的規模 可是它歸根結底 不是社區經濟 剛剛有一個朋友進來說 談CSA 它才是真正的社區經濟 它是更全面的把社區產銷全部結合起來 它才真正是賣 像我剛剛所說的小而美的那種生產跟消費者 大家全部綁在一起 把環境一起綁在一起的農業的社區經濟 那很可惜今天它也沒有提文沒有發言 不過如果我們真的談農業的社區經濟的話 應該開一個專題來看CSA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聖誕節的晚上 2015年最後一場哲物 然後謝謝謝森佑子警察 這麼精采的分享 然後還有邀請到桃老師來語談 然後我們先掌聲在世界桃老師